文之施利菩萨是很大的一位菩萨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他称呼他 叫文之施利法王子 表示在这个菩萨当中啊 他是佛的长子 那么在所有的这个经典当中啊 可以讲起来文之施利菩萨还是佛的师父佛师 他也是一个古佛来转介 变化成为菩萨的身 其实他是有佛的这个来历 有佛本身的来历 在密教里面啊 我们很重视这个文之施利菩萨的修持仪轨 文之施利菩萨 他有很多的这个修持法 像文之施利菩萨这个佛见官 像这个文之施利菩萨的往生 往生法 文之施利本尊 还有五 五级童子的文之施利菩萨法 很多的这个修持的仪轨 在密教里面呢 很重视文之施利菩萨 因为啊 这个文之施利菩萨的这个 他本身的变化身也是很伟大的 大威德金刚啊 甚至是文之施利菩萨本身的这个变化 这副教啊 这个副法啊 文之施利菩萨都是 发挥了很大的这个力量在里面 那么我本身也到过这个山西啊 五台山 那真的这是文之施利菩萨的道场 每一个寺庙里面都共文殊 文殊菩萨 很多种形象的文之施利菩萨 甚至有文殊菩萨的这个啊 万佛殿 万佛宝殿 全部都是文之施利菩萨 啊 那个道场啊 也是很殊胜 很庄严 我们也有 也想到啊 去到山西五台山的时候啊 想到这个 西阴老和尚 从 普陀山 一直拜到山西五台 那我到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啊 花杰从太原寺啊 到五台山就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那西阴老和尚是从浙江 那山佛陀啊 拜到山西五台 那个山也是很高 很雄伟的 每到冬天也是积雪的 我就想说 这个 这个 哦 这个拜佛的这一种 虔诚的那一种 那一种心智啊 实在令人感悲 我从山下 我从山下 从五台山山下拜上去啊 我都觉得很难 何况是从普陀山拜到这个五台山 而且当中啊 发生 还发生了一个啊 很神妙的这个 这个 传奇 虔诚老和尚在这五台山下 得到病 很辛苦 很辛苦 身体非常的虚弱 那么有一个 这个 盖行啊 好像是一个老人啊 那么 来帮助这个虔诚老和尚 就给他药吃啊 来帮助照顾他一下子 虔诚老和尚很感谢他 就问他的名字 他说五台山的人都认得我 我叫文吉 文吉 老和尚上了这个五台山啊 找遍 问人家说有没有文吉 没有一个人认得 他说大家都认得 结果 其实 人家都不认识这个文吉 这个人 到最后这个虔诚老和尚才想 文之师利菩萨不是 文诸菩萨妙吉祥吗 文诸菩萨妙吉祥 不是文吉吗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度化众生啊 很唯妙的 他说他是文吉 原来是文之师利菩萨妙吉祥 文之师利菩萨是一个很伟大的菩萨 他也象征着智慧 象征着一个智慧的一个象征 这个文殊菩萨度化众生 那他也显化在密教里面 他显化中哥巴祖师 中哥巴祖师 就是文殊的化身 很多的这个仁波切 他们都很喜欢讲 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文之菩萨很多的化身 在很多的这个西藏佛活里面呢 大家都很喜欢讲 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么中哥巴本身的智慧 当然他学习了很多的这个密教 中派的这些智慧集中起来 他汇集啊 可以讲他汇集了所有的知识 他创立了这个皇教 他可以是讲是这个 藏密里面的一个改革 一个改革家 一个改革家 那么大家也是讲 他本身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法身 像我在讲这个 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中哥巴祖师也献象 献了法相 现象来加持 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中哥巴祖师的上方 又有文殊师利菩萨 那我修的覆法 大威德金刚 上方也是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 跟我们真的是很有缘 大家这个深入精湛 要祈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放光加倍 我自己本身经常观想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很好观想 他永远都是这一首啊 拿着一支宝剑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Omma ni ban mi hom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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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